我講這個女藝人好了 也是我們這節目的常客 大家知道現在最流行就是女神級 你看到她的形象的時候 美到出神入化就像個仙女 但是這也是化妝師跟我分享 是因為有一次這位女神她要 總之就找這個化妝師做造型 我們就來形容一下這個女神 其實那一頭的頭髮都是假髮 她其實是禿頭得很嚴重 好可憐喔 然後禿頭嚴重她怎麼做呢 其實她是 各位都知道繡眉的概念 你知道繡眉之外 可以繡在別的地方 憲哥知道嗎 有…頭皮也可以 對 現在很流行 你們說中了 對…刺頭皮 那是男生繡在頭皮 可是我們女生繡髮際線 因為有一些女神她的頭髮 其實她已經往後跑 已經禿頭 我要講這個女神 她是已經繡到前面繡好繡滿 結果這個地方看起來都是頭髮 結果她就沒有額頭 整個繡滿 對… 去找那個額頭很窄的女神就是 然後她後面就接一堆假髮 她就不能接青妝系的那個 真的 所以基本上她是禿頭的 她是禿頭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她臉什麼地方都大 那個眼頭開得太誇張 所以已經不是人類的眼睛 看起來像魚的眼睛 所以她沒有化妝的時候 非常可怕 魚的眼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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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魚的髮線 趙哥 你有沒有看過 女生那個開眼頭然後沒有化妝 會不像人 比較類似是好兄弟這樣 就是眼睛會非常的大 然後眼睛大然後會無神 因為她眼睛開太大 然後再來鼻子 因為她也做得很誇張 很直… 然後她的嘴唇 因為打得更像魚眼睛 免魚你知道嗎 所以一定要化妝 她這樣怎麼會願意就素的狀況出現 她不是素的狀況出現 她其實是當時要拍個廣告照 這個化妝師從頭幫她做造型 基本上如果她來你們 她常來啦 她來的時候都是完妝的 完妝的 你們不知道她的秘密 永遠只能這個已經完妝來試人 但是她的秘密只有那個人知道 化妝師 好恐怖喔 天啊 來 看為言論自由到底 強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讚讚讚開啟小鈴鐺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今天這樣出現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按鈕 PA É opin assessment 消息 明群